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節說回娛樂聲 娛樂說一對大善人 九十二歲 這是黎孫,很罕有露面 為何會露面呢 余慕蓮從映五十年,首度獲獎 古天樂頒獎給他 搞一個春鳴 請大家給個like 有很多舊牌的藝人 其實跟另一則網絡新聞相影成趣 會說到Sunny和Krimi 有些網民說他們曾經是 娛夫 導致今天的慘況 這個原因我也有說過 我可能私底下說 別人當時沒有解僱就不特別說 別人說開我又說一下 免得一早已經說了 又黑卡又買名牌 那些 香港人只有仇富 你怎會說 因為你有錢 別人會再喜歡你更多 他當然會增加仇恨值 這些原來是把鬼 小孩子不明白就沒有辦法 我們會說一下Sunny 先說了 余慕蓮和古天樂 出名好人 又捐很多錢回大陸起學校 余慕蓮甚至捐了大概 一半身家 現在夠吃就算了 你也知道年紀又大 去年命還要收拾 原來會長就是古天樂 副會長就是余安安 同一班年輕藝人 和多位前輩 包括羅蘭 余慕蓮 馮素波 王夏衛 原來王夏衛回來了 丁宇、邵陰陰、張雷 這些就是做春明 你看古天樂 其實他對老人家真的很好 他是搞這些春明 是想著和一班老人家 開開心心 好像有個家 那樣的感覺 你知道老人家喜歡熱鬧 搞一個結出演藝大獎的環節 他是頒獎 給這班老人家 表揚一些在演藝 付出了寶貴青春的前輩 余慕蓮 因為江濤和黎孫 都有份取獎 余慕蓮上台領獎 喜極而入 他說是感謝會長古天樂 對前輩的照顧 場面相當感人 你看到是哭了 古天樂真的做了很多好事 真是活該他這麼英俊 真是壞鬼 古天樂在春明上親手頒獎給他們 余慕蓮是哭咽 哭著地說多謝多謝 今天很開心見到這麼多老朋友 已經幾年沒有見 多謝主席古天樂 照顧我們一班 繼續搞多些活動 他們喜歡玩這些 見到老朋友以前一起演戲 每個人都是明星 余慕蓮就說自己其實 從映幾十年沒有獎項 他很感動 有人頒獎給他 我以為這一輩子都不會有獎 以前走出去五台山 五台山就是廣播道 人們叫他做五台年 因為每個台都做過 但還沒有獎 他安慰自己 家裡小也沒有地方放 今天很驚喜 在演藝路上得到這個獎 他會把這個獎座放在廳 真是很開心 得到肯定 那就好了 余慕蓮 三年前可以說是在鬼門關走出來 一度要入ICU留意 肺纖維化 雖然走路現在用步行器輔助 但是他說他都很精神 現在對答餘流 他之前打算進去都未必能出回來 所以他很感恩 所以說 人的潛意識就是冰山 是冰山的底 你覺得自己都做得不錯的話 你的身體是會有奇蹟的 不是每個人都能走出來 他是奇蹟好起來 纖維化 很多人80多歲 入了ICU 真的放入ICU 轉過頭就沒有了 但是他本身有他的善業在這裡 幫到他 就是可以出回來奇蹟 你說是神蹟也可以 你說是自己的奇蹟幫自己也可以 其實很簡單 自己幫自己 別人說神大一點 神創造人 人本身也有神給他的功能 所以他就可以做得到 好 他說死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不要太辛苦 不要入院 他說最重要是睡著睡著 去就可以了 每個人都會死 這些是好事來的 善宗來的 五福臨門是其中一個 好像你最近最流行的名媛被人支解 你有富貴 有富貴也沒有用 你五福一定要臨門 你少一樣也會死 你不死一輩子窮也會慘 你一定要有長壽 一定要有善宗 你個人才會快樂 有富貴之餘 你也要有康寧 心也要康寧 有些老的城勢 你五福臨門少一樣 都很大 所以這些古人的智慧很重要 說說余慕蓮 走完公園就去踩單車 去麥花慎 很多前輩都說很開心 搞這些活動 拍照留念各樣 這些是很好的 雙影城翠地 因為古天樂是一個大善人 余慕蓮是一個大善人 另外說過現在的年輕人 叫Youtuber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 不是大善人 是大洗人 很大洗 他們的舊片被人翻出來 說草根出身 原富 月入二十萬 有錢就想拼了 你想想 所以為什麼有人的業力 越來越好 有些人的業力 會越搞越壞 他那個因其實 一早看到 如果你現在說 是否馬後炮 你就當我馬後炮 其實這些只不過是 這些看到因果而已 不是什麼神力 不是什麼法力 正常人 你看到 發哥也死了 原富 是不是 發哥也不會這樣 但是不知道 有些人就是 心窮 想 告訴別人我誘惑 是否厲害 尤其是想告訴以前的朋友 或者是 家人 厲害 有錢也不是這樣花 有錢也不是這樣花 但是他們是 把公關災難巨大化 都很嚴重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根本上 這些事情 雖然很多人討厭他 即是原富 會呀 現在的人在網上 都還在說 賺這麼多錢 什麼什麼 現在怎樣怎樣 還要找什麼 政府去搞他 因為月入二十萬 就是賺很多錢 又不是真的很多錢 你對比是古天樂的 那些省子 你一年都二百四十萬 古天樂 捐都不止 是不是 那就是了 就是了 又不是特別多 但是又吹得很厲害 又說有黑卡又說成成 又說摸到哪個名牌 就買誰 又或者限量款LV 你問我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全部都沒有用 你問我 真的沒有用 這些事情 威給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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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給那些 做名牌的人出來騙你錢 是啊 沒有一次賦是 值得你炫耀的 真正有錢的人 一定扮窮 是啊 你不怕被人飆心嗎 你女兒這麼小 是不是 飆了你女兒 那怎麼辦 那些事情很麻煩 那他現在的舊片又翻熱 被人挖出來 其實有些記者自己挖 沒什麼娛樂新聞說 就找這些出來挖一下 那他曾經說過 自己因為是草根出身 那些網友說 唉 果然是給錢蒙蔽了雙眼 那這些就是業章 對 業章來的 呃 他倆是否有新進展 有人說到是否分手 已經分手 那些記者又找了 那我就說一下原副這個 那看到一條片 他講自己對錢的概念 說他毫不謙卑的態度 受網民就是討厭的 是啊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那些人經常說 就算你不是說錢 說大明星 你比周韻發紅 為什麼周韻發都不做那些事情 你走去做呢 真的很有趣 這個世界 你有錢 你有錢得比顧天樂 可能你的級數只不過是如無年級數 但是你比古天樂 古天樂會不會這樣 你說 他會藏起來 他告訴你當時很誇張 那些東西 玩具要拿個倉來放的 然後說 買衣服 我一去就瘋狂買衣服 我沒時間逛街 但他從來不會說自己用了多少錢 神經病 這些東西拿來講 那些愚蠢 從Youtuber網紅那裡開始 他們特別拿這些東西來發財 那些小孩子 譬如在讀書的時候 就會有這些炎耀 我買了一雙球鞋 一千三百多元 很厲害 我爸爸發財 是有錢人 我舅父也不知多少錢 整天在吹這些水 小孩子 但是沒有辦法 年輕人沒東西厲害的時候 就拿這些身家來厲害 我甚至小時候 聽過有個同學說 你們這些都是辛苦的 我爺爺有很多錢 我們都不同的等級 說完之後 是不是別人會喜歡你 他自我感覺良好 好像比別人厲害 你又不是皇帝 對不對 那你有什麼厲害 先說回SUNNY SUNNY一年前原來接受訪問 說自己對金錢的價值觀 看到自己全身上下的名牌 這樣 這個訪問中 就指自己出身就沒有錢 家庭就不富裕 第一份工人工低 就很不夠用 所以拍Youtube 出了名 就決定要報復式消費 把以前買不到的東西 買回來 這些傻子 別人不喜歡這些 好像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有個人說過真理給我聽 說得好像很厲害 我想了一段時間 我都回答不了他 我現在試試回答他 以前有個六年級的年輕人跟我說 有風不要洗盡利 那我沒有風的時候 怎麼辦 沒有風的時候就沒得洗 我這樣 如果你有風洗盡利 你的風就很快洗完 這個世界有些東西叫做 就是叫做 什麼 悶聲發大財 但有些就叫做 痰花一燕 好像放煙花那麼消失 很厲害 我都叫放煙花 通常那些叔父輩 以前說 以前是怎樣的 很厲害的 十輛車 九條女 三十層樓 你現在做什麼 你不做你的 對 沒辦法 有風不要洗盡利 這個世界有些東西是要還的 啊 你報復式消費嘛 其實都沒有關係 是他個人的做法 如果他不是一個名人的話 他真是一個暴發戶的話 其實是沒有人理會他的 不過他一個名人 不多不少 因為你是靠觀眾來活的 那些觀眾對你反感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這樣 對了 那原來 咦 訪問中另外一個人 音樂人來的 那個《造星3》 反而他是有錢仔 人家說他十億身家 但是他自己做音樂 MV的錢 全部都是自己賺回來才做的 SUNNY窮人出身 說他全身超過兩萬元 三副鞋物加起來 但是那個十億身家 全身不多過二千元 對比相當大 家裡有錢的人 全身過兩千元 SUNNY全身多過兩萬元 唉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真的人富心窮 有些人 心富就人窮 沒有辦法 那麼 越得不到 就越想炫耀 越想曬 SUNNY就是穿褲也兩千元 外套八千元 T恤是七百至八百 頂帽是四百至五百 哈哈 四百至五百頂帽 其實是香港合理價錢 但是最慘的一件事就是 你放了兩萬元上身 你都不承認 承認不承認 不承認 你外套八千元 我想說我全身 我沒試過貴過八千元 贊助的衣服 有試過穿過兩萬元 但是贊助 人家什麼羊仔皮 意大利 皮外套 那些是贊助 借給我穿就試過 但是你說這些我真的沒有 我平時出街是 其實一條褲可能穿 我最誇張的告訴你 我一件外套穿二十年 我十九歲的時候 買到現在都還在 衣服 黑色外套 那些技術 由他流行 到他不流行 到他現在流行 都是那件衣服 真的穿了二十年 你問我有沒有買衣服 我以前 其實我未去旅行之前 那些三年疫情 我完全沒有買過衣服 是 然後有買過鞋子 不過我以前一鞋政策 那時候 只是穿一雙鞋 要那麼多新外物把鬼嗎 根本那些東西 都不值那麼多錢 是 浪費了這些錢 是 但是這些又不要 覺得要標籤他是壞的 各有前因的 這些事情 那些事情 新年自己說 自己 我也想含著金鎖匙出生 這樣 這件事他就像我 我經常和希希說 我其實最大的夢想 我不是想做明星 我想做富二代 但我得不到 我老爸告訴我 他一輩子都沒有發達過 他說我這些人一輩子都沒有發達過 我不是怪他 我沒有試過 因為我小時候 買二十元玩具都被人擠壓 我試過很痛苦 我沒有試過 想買就買那種感覺 現在買玩具我就會 不過我還是 漂亮的才買 就不會亂買 那 但是這些算不算揮霍 我覺得對比起某些人 真的不算很揮霍 尤其是對我來說 因為那些錢真的太少了 對我來說 我玩百多元的玩具 我表弟三千元的那些 我媽媽說 什麼好笑 我表弟的那些玩具 我姑姐問 為什麼你的玩具這麼便宜 我兒子的那些這麼貴 我媽媽說 你兒子有錢 他買的玩具很便宜 他百多元的 你兒子的那些 全部三四千元的 這是每個人的選擇 我玩的公仔百多元 其實對我來說 已經很滿足 很富裕 很開心 但有些人是 不漂亮的那隻不買的 但漂亮的那些 我又覺得 嗯 可能小時候 聽那些 閃電傳真機的儀哥 聽到 聽到個人好像開了竅 什麼鞋很貴 要親住他 射球力又篩 輸球又失禮 失曬威 想真的 應該不要浪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很有趣 小時候 那些儀哥 教你做人 不要這樣 你一懸褲就死了 這個世界 說那個有錢仔 他說 夢和發光的時間都很短暫 就好像螢火蟲一樣 一閃即逝 最後 Sunny就說 一個標題和數字 我比較在意有沒有人喜歡我的作品 說我不是為了賺更多的錢 而是想更多人認同我 坦承自己設計的產品 有人買的 會令人覺得 不是賺你的錢 而是我設計的東西 有人欣賞 所以我說他適合做藝術家 不過藝術家 支持不了你這個花錢的 藝術家是很窮的 他人的初心在那裏 但是搞搞下變成 好像是暴發戶一樣 是的 我沒事的 我對這些人 在我身邊有很多暴發戶 是的 有些人很喜歡享受生命 享受 像Ivan Sir一樣 你一定要跟我去瑞士一次 你一定要去那間SPA 很便宜 五千多泰針 我不行 我一百元也是這樣打 每個人享受錢的那種不同 那我可以去十次 所有事情都 不知道 我不用那麼痛苦 我自己個人 如果用那麼多錢 這樣拼法 我便無底心談 不斷追 雖然我現在不斷追 不過 我是打算早點退休 早點退休 早點多些被動收入 這樣便不用做 是吧 懂得Ivan Sir 懂得錢賺錢 那你 行了 OK 當你被動收入去到一個級別的時候 你便可以追你自己的夢 我早點 年輕一點做這件事 我便不用在這裡苦惱 是吧 有些人不是 死追難追 你現在追到之後追不到 那怎麼辦 現在有人說 新年以前月入二十萬 現在可能一萬都沒有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哪有 又沒有出片 當然你說 他買東西的時候 賺了很多 他那些門市的貧費都很貴 又退回錢給你 現在 因為心態扭不轉 真是做鬼都不靈 片又不肯拍 貨又不敢 帶貨 帶他自己的貨 他做一些作品出來 又被人罵 藝術家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太理會別人的感想 他覺得要多些人認同 那你活在一些觀眾的 就是那個 可能在一個鍵盤當中 你活在他的世界 你活在別人的嘴巴當中 他找回自己的初心會好些 其實 他應該找一個懂得做生意的人跟他交 不過又不行 最後都是因財失儀的 人是沒有全能的 我絕對不質疑他的設計能力 但我是相當之 否定他做生意的才能 在多方面都覺得 怎會這樣 不是退錢 還有經營的手法 還有公關 這個 不是他的專長 甚至可以說是缺點 所以才搞到今天這個巨大化的公關災難 但我覺得 如果他真的有一天肯拍片的時候 繼續努力 就是他拍片 不需要去賺觀眾錢 只要觀眾花快一些時間 去聽他說話 去看他的作品 基本上他已經有一個不錯的收入 肯定的 肯定是可以的 那你賺錢 基本上是長遠的路線 是啊 你可以拍到做YouTuber 可以做到80歲 一樣有觀眾看的 慢慢找吧 劉德華經常有些金句 擺他的頭髮出來 也不知道不是他說的 不過不要緊 這句話很不生受用 他人健康就是財富 錢慢慢賺就好了 共勉之 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